因為小時候已經做運動 所以其實做運動我的年資很長 因此受傷的機會也會大了很多 其實坦白說我做那邊的膝蓋會很冤枉 我是一個普通的運動的愛好者 所以以前小時候完全不會保養 純粹是說聽坊間的傳說 這樣反而是會令到膝蓋的痛楚沒有幫助 可能還會令到它再嚴重下去 想知道我怎樣克服這個困難 記得要留意8月22號 Go Forward